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的房间有多少人知道 你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 中山正在不打扰卫兵的情况下 竟直到达您的房间 这事有些蹊跷 你是说有人给他指路 回去吧 别耽误了立子的葬礼 跟穆凉峰说一下 人死不能复生 别太难过了 是 行了 走吧 小木 自从回到凤陵堵 我就一直在搜索着 记忆里有关你的部分 遗憾的是 屡屡无惑 始终是一片空白 但期间 我见证了立子对你的感情 那一刻 我意识到了 自己回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错误 对你我来说 也许是一个误会 与其大家都痛苦 不如让我们结束这个误会吧 忘了我 小木 忘了我这个 总给你带来麻烦的人 小木 虽然房子盖得一般 但风景还行 一直就没时间 带你来我家看看 你也别怪我 到了夏天 这漫山遍野都是夜花 可好看 以后你就踏踏实实住这儿吧 不用见了谁 都低三下四点到海鸳里 你想乐就乐 想高兴就高兴 这儿没人管你 以后等打完仗 我就回来 到时候我还会养一只 叫敦敦的狗 我们天天陪着你 这儿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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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达 带弟兄们 回去吧 全机都有 想要转 跑步走 地板 小木 我有事耽误了 我就给丽子 少点纸 你那边调查得怎么样 有些眉目了 有人看见 刘烟和两个人走了 两个人 我估计是老吉和铁生 不然还能有谁 昨天晚上跟鬼子交伙 有个幸存的军官 现在正在战地医院里面 进行抢救呢 好 带我去看看 好 好 坐 爸 张副官 真对不起 你刚中了枪就得把你请来 实在是因为有个问题 我百思不得其见啊 你得给我参谋参谋 您不必这么客气 169军军部 这么多层院子 一百多间房子 在军部里和我接触的人 没有多少 知道我在哪个房间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可是这个中山正 他怎么这么容易 就摸到了我的房间呢 希望我能够在你说明的位置 顺利地找到刘三将军 找到刘三和说服刘三是两码事 后者要困难得多 那只有一种解释 中山正在某处 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作为狙击手出身的中山正 对他打击的目标 有机会打头部 他就不会打其他吧 对吗 对吗 您认为是我供出了您的位置 昨晚属下拼死抵抗 绝对没有与中山正有任何妥协 对吗 对吗 先听我把话说完 中山正 对他打击的目标 既要集中要害 又不能让对方死 这可比一枪毙命要难得多呀 对不对啊 与其说是你命大 不如说是中山正刻意而为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如果刘三将也不能够遵守约定 那么他就会成为过去解释 自然会有人创造机会 让你上位 刘四能答应吗 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够按计划行事 在那之前 我们更希望169军内部能够保持稳定 在一切开始之前 你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 是中山正告诉您的 足够了 是中山正告诉您的 我这个人哪 最讨厌别人对我的下属说三道四 是中山正有的 这不可能是中山正有的 在哪里的下属说 是中山的下属说 就是中山的下属说 这毕竟是中山的下属说 是中山的下属说 之后下属说 是中山的下属说 乱控扯得来 还是 来人 是 是 把他拉下去 放开 我自己能走 等等 打在八岭 还想起办公司 也很哭 就不得了 你再拒绝一下 你再拒绝一下 你帮我 帮你住 舞舞 这就是 愿意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自会有其他人来与我方继续进行谈判 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这个方案将会转化成什么样子 与您无关 来人 郡总 张府官的枪决斩缓之行 把他押到我的办公室去 是 咱们不回游击队吗 青木阵已被特务控制了 安全起见 举地委的秘密联络点吧 好 打车 快点 快 政委 怎么样 老吉和铁生还没回到地位 估计也是去打探柳烟的消息去了 老吉是特派员 如果执行任务的话 应该跟组织汇报啊 案里不会这样 我担心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黑子 你带两个人去青木镇打探打探 好 你们俩跟我走 是 你们两个赶快召集大家 来这里集合 是 报告 进来 张副官得到 好了 你们下去吧 是 郡泽 我可以坐下说吗 站着说 你走 有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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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走 坐吧 是 日本人说 让我们让出防线由他们进驻 这事你怎么看的 虚张声势 就算我们让出了防军 他们也没那么多兵力来接管 不过是投名状 造成您 已经脱离国民政府的事实而已 如果要拒绝 那我就要面临日军南下的六个师团 我不能坐以待毙啊 什 什 什么师团 你看 证实了吗 没有 没有 是 是 你 知道吗 需要 是 没有 你 是 离我们不到百里之遥 169军与之实力悬殊 不可能在其眼皮底下一阵 除非总田工 一口气拿下新大兴 至青木镇一线 切断我们 与29军之间的联系 在确定他们 无法攻击我们的情况下 才好让出防区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连接新大兴一线的防务 是由共产党游击队来把守 这总田工攻下他 应该不算是难事啊 当然不算 但总田工一旦这么干 无疑就把自己推到了 您和王耀武家级的位置上 但如果有六个师团的增援 应该底气十足 消灭几股游击队 不过就是举手制了 如果没有六个师团的话 以总田工的谨慎 绝不会冒这个险 好 你就照这意思给总田工发电报 发不传六耳 我呀 真舍不得杀你 一切照常 别再让我失望了 是 昨天晚上首先开箱子 是你的人啊 还留下一个活口 你赶快处理掉 一定有谨慎 是 首先马上去处理 时差来 戒指了 六爷 有没有人问过你昨晚的事 有 张 张小贤问过 属下 装作不耻 你尽力了 我不会责怪你的 现在我就给你换个好点的房间 谢谢 给你换个好 火连长 张雙香 快 翟夫官 住哪张病床 在那边 左拐就是了 好 。。。 刚死 张副官 什么张副官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人 很像张副官 很好 我会为你们争取嘉奖 为你们争取寝宫 十三中队 原田小队已全员殉国了 王阁下能够给予体恤 请放心 对阵亡的将士 我会妥善体恤的 剩下的事情嘛 就由我 和公墓少将来坐吧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顺利的有些意外而已 您觉得 刘僧会在三日之内 撤出房区吗 那他会怎么办呢 报告 进来 刚刚收到169金送来的加密电文 背信其义的家伙 对 这我就放心了 刘僧的要求很合理 你说什么 良心择磨而起 如果我们连这点实力都拿不出来 怎么让对方相信呢 这段二十九集团军 和一六九军的联系 这是一个陷阱 一旦照做 那我方参战单位 将会背负受敌 可是我们不做出攻击姿态 等于承认 我们既无援军 也无力反攻 即使不但中山正的努力 复制东流 还可能招致王耀武 和刘森的联手进攻 将军阁下 国共之间还没有那么亲密 我们去进攻共产党 国民党的军队 不会插手太多的 你这可是在赌博呀 起码是有胜算的赌局 如果我们连一动都不动 将军阁下 不动都不动 那就输定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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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刘云 你呢 先住在这里 等我和游局队联系上了 我就把你送出去 好 我和铁生呢 就住在你的对面 你一旦想起什么 马上告诉我 嗯 那我先回房间了 好 好 你休息啊 好 你们也去休息吧 你还打算把他送回游决队啊 柳烟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 你说我能把他送出去吗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你的上线都不惜代价 从特务莲的地盘上抢人 这个情报有那么重要吗 我要是知道 就不给你攻困难了 你还打算把他送回游决队啊 你的上线被咱们两个击毙了 我问你 跳过他 你还有什么办法和老板联系啊 我们什么都拿不出来 联系上有什么用啊 特派员 柳烟 怎么了 我好像想起一些事情 好好好 挺身 快去试着和上线 上线联系 好 柳烟这有我呢 好 不要着急 慢慢说 薛云 你和宗明去青木镇打探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老杰和柳烟的下落 我呢 带人到山区的周边找一找 最近 我们又组织了相巡逻队 只要有他们出没的地方 我们就会看见他 快去 是 走吧 其他人跟我来 是 你们两个亲眼见到 张副官杀的人吗 那倒没有 可是张副官之前 的确是在那个军官的病房里啊 起来 秦总 还有一件事 我们仔细查看了 那个死亡军官的伤势 两枪全是手枪所制 而昨天晚上 跟我们交战的鬼子里面 没有人用手枪 这都说明什么问题呀 这 这就说明 那个军官不是鬼子杀的 对啊 是另有欺人 你的意思就是 昨天晚上就有人 想杀这个军官 但是没得逞 今天张副官是专门过去杀他的 郡总 您别误会 我们不是这意思 我们是想 那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好了 手头放我这 我一定让军阀出去严查 你们哪 专心带好特务联 这件事以后你们再也不要管 不是 军作 去吧 去吧 是 我正准备找你 小牟 怎么了 没事 张副官 干没事 真没事 小牟 走 走啊 你拉我干什么 行了 行了 以后再抢话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别说了 回去咱再说 你又是这么准身的 赶紧想办法自言其说 别到最后连我也保不了你 是 好 我 不要 你 特务联系 了 对 agne 是 最后连 了 人家 有 这是一念之间 不但队员 是随军挑选的精英之士 沐凉冯和猛子 都和志军不共戴天哪 君佐今天的太祖太奇怪了 完全一副虎脚蛮臣的口气 他就是为了给那个姓张的 撇清关系 死了的那个军官 我肯定是见过 到底在哪见过 想不起来了 怎么样了 不管是谁 都和那个姓张的 脱离不了干系 张副官 昨天晚上房区换房漏洞拜训 我提醒过君佐 但君佐并不知道 除了他 还有谁能调得动房屋 我怎么不知道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这个姓张的参谋 已经被中山镇给把握 随后美之子一行 就趁乱突入了房区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那个军官了 他是军阀处的 不是巡防队的 不是巡防队的 怎么会跟日本人交上伙 我想他们调房了 不是军部来的 是军队来的 军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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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试探一下 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了 说明他有后援 特务连打光了也就打光了 否则的话 日军没有后援 他不敢进攻 我就继续高举抗日大旗 我可以把特务连召回来 你呢 你可不是这么想的 你明明知道沐良逢 跟共产党有杀富之仇 把他派到共产党那儿 他很可能跟他们刀兵相见 这样不管日本人进不进攻 你都要成熟沐良逢的借口 这就是你的私心 属下只是一心为您着想 无半分私心偏见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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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你自己的事怎么办吧 好 好 快 想起什么来了 有点熟悉 但是不记得什么时候来过了 咱们开心 ỉ尔 好 俄四 raction 这鬼子肯定就是冲着茶馆来的 不然他们不会在桥头相逢 到柳燕茶馆不止这一条路 为什么双方会选择在这儿呢 要掩护没掩护 要退了没退了 十三中队也不是傻子 巧合呗 什么巧合 小老郎 那个军法说的军官在哪儿被发现呢 你跟我来 就在这儿 除了这里 沿路也没有其他的血迹 如果说从墙儿撤下来 也应该朝这个方向跑 可为什么他会在这儿背部中弹呢 只有一种可能性 他们跑到这儿的时候 发现前面有敌人 转身往回跑 致使背部中强 而且 背部的切口点比较小 这说明子弹的飞速比较快 从激发到命中 应该不会超过十五米 还有一个问题 咱们的人和鬼子 都没到这块来 谁开的墙 针对柳燕茶馆来的 还有第三拨人 会是谁呢 不用猜了 柳燕被约翰带回来之前 一直被游击队的老吉给扣着 肯定就是他不甘心柳燕跑了 一路追到了这儿 话不能这么讲 也许是老吉 私下的动作呢 放屁 自从我爹遭了老吉的毒手以后 他就一直跟我和柳燕过不去 昨天绑架柳燕 肯定就是他们设下的圈套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军总 军总 报告军总 昨天晚上的事 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说过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们不要管了 我已经安排人正在彻查 军总 你们还记得 前两天我交代给你们的任务吗 记得 帮游击队监守阵地 对 我已经跟游击队联系好了 军总 他们靠不住 昨天晚上绑架柳燕走的人 应该就是他们 小默啊 我理解你的心情 以大局为重 你们听好了啊 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地盘以后 你们给我看好了沐凉峰 我不管他和共产党有多大的恩怨 打鬼的是首要的 是 你们备足三天的弹药 我们只 只待三天 对 战斗一旦打响 你们一定要和共产党游击队 合起首来首度轻不阵防线 只要坚守三天 我军和二十九集团军 就可以完成推进 援兵也就到了 如果防线一旦被日军突破 我军和二十九集团军 就会彻底地隔离开 这个责任 谁也负不起 明白吗 是 你当时走这条路的时候 是一个人哪 还是有沐凉峰在你身边啊 我想不起来了 这个期间没有停留过 小宝 小宝 你们去那边 小庸 跟我到这边看看 是 小声 你干什么呀你 小声一点 你出了事以后啊 我们怀疑队伍里出了叛徒 所以不能让你和游军队取得联系了 知道吗 那现在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是 叔 宋明 你怎么来的 他是薛云 我们队伍上的 薛云 你刚才看啥呢 也是你们队伍上的人呢 就是经常跟你们一个特派员在一起那个 铁生 对对对 在哪儿呢 刚从这儿过去 那巷子都空了 哪儿还有人哪 我这也纳闷呢 干嘛去啊这是 不行 我过去看看 这儿我熟 我带你去 走 小心啊 好